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跟我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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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 真实义 南无能言会上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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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赞佛发愿闻 妙赞种词不动尊 手能连往事稀有 消我一劫天导向 福利生起或华生 福利生起或华生 愿今得过城堡王 环都如是存沙众 将此身心奉成长 世者名为报佛恩 福请世尊为证明 无测语 无测二世事先怒 如意众生未成佛 中不于此取你还 大雄大利大慈悲 西根深处为处 令我早登无赏绝 于十方界作道场 顺若多性可消亡 所加挪心无动转 南无常驻十方佛 南无常驻十方法 南无常驻十方身 南无释迦摩尼佛 南无佛定守任言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金刚藏菩萨 好一起感恩诸佛菩萨 感恩隆天父法 感恩我们的师父上人 感恩常驻成就我们 深入金藏智慧如海 感恩一切众善因缘 阿弥陀佛 好请放转 好那今天呢 非常有智慧的各位 大德忍者 今天绝对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2024年7月7号 人生就这么唯一仅有的一次 2024 我们说世事如意 八相成道 7月7月7日 7月7号星期天 3期21 这么多 可今年有很多好事 都夹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福慧俱真 因缘俱足 我们在华宝堂相遇 记得我们第一次讲任言经在什么时候 可能大家觉得好像很遥远 我们今年是任言经第40讲 第一讲是在2022年1月2号 所以一下子 现在是2024年了 时间也过得很快 本来上一次有跟大家说 本来是今年元月份就要跟大家见面 就是一延到7月份 当然我们都知道 诸行无常 很多事情就是 约得好不如来得好 所以 都是在特别有缘的日子 我们在这里相见 因为今年大师给我们的春年 云水自在 祥和欢喜 因为今年是假成熔年 所以当然就先祝福大家 处处皆自在安乐 时时都欢喜吉祥 我们说这个自在 所谓的自在 我们都知道观一菩萨叫观自在 我们要观尽自在 观照自己的世界 就是圆通无碍的 我因为也隔了 应该说快一年才 我们又在这个华宝堂相见 所以我感到 坐的位置 那个椅子 其实华宝堂是一样的 可是什么摆设都不太一样的 所以 那当然负责的人也不太一样 但是我也要去适应 我们叫观尽自在 所以当你适应了 你观照自己的世界 是圆通无碍的 那就 会比较好一点 要求这个 要求那个 这里灯光太暗了 这个那里电脑不够高 画面不清楚 那你一直都想了就诸事不顺了 要关照五韻皆空 五韻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我说五韻皆空 那我们全部空掉了 色空 色受想情是全空了 那就不会有障碍 但是还是要拜托机器 我们要拜托电脑正常运作 拜托我们的 法宝堂的灯光要正常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电脑有一点点状况 他们就跟我说 师父你忘了要放乖乖 原来开电脑要放乖乖 电脑才会乖乖 那看来啊 当然这个是一些 以前三十年前 也没有PPT啊 还是一样上课啊 写黑板啊 不过那个时候人很专心喔 因为老师马上就把黑板擦掉了 那PPT都在嘛 而且我们还可以在YouTube上面 再复习 就因为你觉得反正他都在嘛 就怎么样 专注力就不够了 这个用功的心呢 可能就打折了 你想他又不会消失 不一定喔 什么时候他就消失了 所以呢 一时一刻 珍惜党下 那 回顾一下我们上一季 上一季跟大家 说的我想经过了一年可能 有些都模糊了 所以我们前半段把上一次讲的 跟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从第一卷的续分 讲到这个嫩言经的说法因缘 然后从第二卷到第九卷 我们叫正中分 那正中分呢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切世间 所有东西都是 菩提 妙明 原心 所以 说法因缘我们都知道是 佛陀呢派这个文殊施力菩萨 以这个神咒呢来保护阿难 免得受摩登前女的这个诱惑 而且呢 在这部经里面讲到众生为什么会流转生死 都是因为不知常住真心 性静靈体 用诸妄想 慈想不争故有轮转 所以我们会六道轮回 在第八卷里面就讲 十个原因 十个原因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会跟哪一道去轮回 你因为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到了那一道 甚至因为做了什么事情到地狱里面 哪一个地狱 任言经都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 因为我们的妄想妄念 所以我们才会六道路 然后第十卷就讲到流通分 那流通分呢其实就是 这个怎么样子让任言经能够 流传到世世代代利益众生 那我们上一季呢就是从第五卷 第五卷就是讲这个二十五圣元通 那二十五圣元通就是二十五位菩萨 他们的修行证悟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呢 从这个经文讲的 拔陀佛罗并其同伴十六开示 其从做起鼎礼佛祖而白佛言 我等先于 威阴亡活 文法出家 予予生时 随理入世呼物水阴 既不息臣亦不息迹 众见安然得无所有 肃习无望乃至今时 从佛出家 今得无学毕佛弥我 法陀佛罗妙处宣明 成佛子注佛文元通 如我所证 注音为上 那这里就是讲到 拔陀佛罗跟另外十六位菩萨 他们是在威阴亡活的时候 文法出家 拔陀佛罗是反文 中文的意思就是贤护 或者叫贤手 那这个开释是菩萨的一个通车开释 又叫大释 我们常讲观音大释 或者是高释 那这里讲到说 这个出家人也有这个沐浴 他们七天才沐浴一次 而且以前的团体生活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很多水 他们是一锅的水 大家随力千世就是 随力入世就是轮着来 辈分最高的先洗 然后有大和尚开始洗 然后手作 然后堂主 他最后是轮到小沙咪了 那你会想洗到最后 不是说那一锅水还能洗吗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那个水一直加 一直加 那也不停的一直在烧水 所以水是活的 活水 那丛林的浴室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位这个 巴陀婆罗 他是因为 在洗澡的时候他开悟了 悟到水阴 水的阴就是促成 就是他的身体 水浇到他的身体的时候 他悟到了 因为他这时候觉得身体有点冷 有点热 有点涩 有点滑 他悟到原来水也是什么 水也是沉垢 水里面水虽然帮我们洗身体 水里面有没有很多的细菌 也是有 就算烧开来也是有 因为他要加冷水 那沉垢也是沉 那你们这样想 那就不用洗澡了 既然洗澡的水里面也是沉垢 所以沉是在外 那水呢把这个沉垢洗完身体清净了 所以 这边讲到中间安然得无所有 因为这个色滑冷暖 这个触觉 触觉一空的时候 叫得无所有 有些是从有为法进入无为法 那当然就悟到 所以菩萨 我们知道啊 那个人也好 菩萨 他们这个在修行的过程 有这个我们叫隔音之谜 那这位巴陀婆罗虽然 虽然说他没有忘记他往昔的姻缘 也就是说他记得前世的习气 因为他有善根 他记得前世的习气 所以今天又能够跟着佛陀出家 很快的就悟到了 悟到这个无学 那这边经文就讲 从比未因佛 那时候在未因王佛的时候 就帮他取名叫 巴陀婆罗 那因为我们是互习 以前就有讲过 所以呢 大概提示大家 所以25位 菩萨说圆通 从这个六臣 六臣我们知道就是 身色香味触法 这个叫六臣的圆通 每一个都有这个菩萨 像声音就是乔承螺 色臣就是幽婆撒尼亚 那香臣 还有香炎童子 慧成这个要往要上菩萨 那触臣 刚刚我们讲的接触 因为接触水而悟到的这位 巴陀婆罗 还有法 法臣就摸合加神 那加起来 从六臣圆通到七大圆通 到六四圆通 我们说 25圣圆通 这个就是属于六臣方面的 那这个属于五根 五根圆通 五根当然就从眼根 鼻根 舌根 生根 义根 那我们知道眼根就是阿纳律尊者 阿纳律陀 阿纳律陀因为 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他打瞌睡 被佛发现了 佛陀就像初出儒昊睡 一岁三千年 所以阿纳律尊者很惭愧 他怎么这么好的姻缘跟着佛出家了还打瞌睡 而且还被佛发觉了所以他很惭愧 因此他发愿这个虫子再也不睡觉 每天眼睛都不休息 非常精进又用功 最后眼睛都瞎了 佛陀还为这个阿纳律尊者还缝补衣服 那阿纳律尊者后来正的天眼通 所以他的伊撒是属于五根元通的眼根 那鼻根周立盘陀切 我们知道周立盘陀切 他是佛的弟子里面 算是比较 应该说他智慧比较低一点 所以佛陀讲什么他都记不住 那当然僧团里面也有人说 你这个佛陀讲什么你就忘什么 那你为什么要到僧团来 所以周立盘陀切 他就也很苦恼 就找到佛陀说 我是到底前辈子什么业力 怎么你说的话我都记不住 佛陀说没关系 那你就 因为周立盘陀切是在扫地 佛陀说你就每天念这个扫把扫把就好了 就看着你拿的那个工具扫把 如果他念着念着扫地扫地 空扫地 心地不扫空扫地 念着念着他也开悟了 所以这个鼻根周立盘陀切 蛇根巧环波提 身根鼻 灵家婆陀 身根 一根就是须补体 金刚经里面的当机众须补体 这个叫五根源通 所以这个讲到这个侨凡波提 侨凡波提是凡音 它的翻译成 中文意思就是牛的意思 这位菩萨 这位阿罗汉 他有时候没有住在人间 是住在天上 天能供养他 所以他即从做起顶礼佛主 就是礼佛的仪式 以前看到佛是要顶礼的 他就讲我有口业 过去节 这个青龙沙门世世生生有牛病 这个业力 很有意思 你前辈子的业力 会不会带到这辈子 会的 业力也好 习气也好 所以这个侨凡波提 它叫牛氏 翻译着牛氏 也是牛王 因为他以前看到这个老比丘 没有牙齿 年纪大了 当然牙齿就丢光了 没有牙齿吃东西就好像什么 好像牛在吃草 然后他就笑他 叫他说你吃饭像牛在吃草 这一笑怎么样 有没有照口业 有啊 这个老比丘已经是 这个已经是有证悟的人了 那 他这一笑呢 虽然他马上就忏悔了 可是他呢 还是要受 五百事 要投胎做牛 所以我们这个 饭也不能乱吃 话也不能乱讲 讲错话了 喔 说人家 哎呀 长得那么难看啊 好像什么 牛头马面不得了 你下辈子 不要说下辈子 你五百事就要去做牛 然后在五百事再去投胎做马 叫做牛做马 一句口业 所以呢 虽然他是牛 可是因为他是阿罗汉牛的证悟 所以他做 变成牛王 牛的王 所以啊 我们讲这个十二淫源法 业力呢 业力带着这个神士去走啊 所以我们去投胎的时候 投胎不是说我想到哪一道就去哪一道 不是耶 你投胎是有业力牵引 那我们说业力牵引我们的神士 如果到天上做天人造地狱就是要到 要受地狱恶报果报 做男做女 甚至你投胎到南非 还是投胎到欧洲 都是你的业力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业力本空由心造 心若灭死业一亡 所以我们在任言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经文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句经文就是 若能转悟即同如来 业力是可以转的 你懂得去转 转静 所以佛门长说的拜颤 拜颤就是颤为过去的业障 你看伍达国师 他因为一千年 他欠了一千年的债也是要还 可是 当然 他就是因为还千年之前的这个债 所以 膝盖上不是长了一个人面昌吗 后来因为他帮助了家若家尊者 所以尊者就用三昧法水 帮他化解了这段千年之缘之债 你看他十世都是高僧 可是就是因为 一个骄傲 皇帝拜他为国师 他坐在国师的这个残乡椅子 椅子上突然起了一个骄傲的念头 这个人就是 就算你是高僧也不能骄傲 就有了破口了 所以呢这个债主马上就来讨债了 生这个人面昌啊 所以业障啊 你忏悔的时候 我们忏悔的时候业障消除 其实业障本身 为什么叫业障 因为他障碍 障助了你的修行 障助你 让你不能见佛 不能文法 不能出家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功修道 你像今天 大家可以来这边听经文法 是你们的业力善的因缘 你想有一些人也进不来 他虽然到佛陀纪念馆了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 佛宝堂里面 有在讲任言经 可能没有人告诉他 有可能他的 他的因缘还没到 有的人呢 可能 经过佛馆 就这样过去了 车子就过去了 他也没想到弯进来礼佛一下 所以我们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才能够跟愣眼睛 结这个善缘 所以当你有业力障碍你的用功修行 我们就是忏悔花怨 你拜梁黄灿 拜水灿 拜八十八步 都可以 所以 所有的业 其实都在我们的爱业势里面 所以这个善缓波迪说他 他虽然挣得阿罗汉果 但是他过去的业力 口业 口业 所以 他也要怎么样 要受报 要投胎做牛 所以当他的一具业力 要让他五百四身 堕落做牛 虽然他 他业是还清了 可是他 当他投胎做人的时候 他那个牛的毛病还在 牛的毛病是什么 就是他吃饭的时候 明明饭都吃完了 都已经 这个消化了 可是他的嘴巴里面怎么样 还在主角 我们知道牛有四个胃 四个胃所以他 牛吃草很慢 你看他好像没有东西 其实他的嘴巴还在嚼东西 那这位阿罗汉 就是因为他做了五百四的牛 牛的毛病跟习气还在 那他也很无可奈何 人家说你明明饭都吃完了 怎么嘴巴还在嚼 他说他也不想这样 但是就是什么 业力 所以这个习气 有时候轮不到你做主 所以很多人的习气 如来应激说法 你的前世是什么根基 那佛陀呢 他又用什么法来度化你 就像说乔丸波提 他的舌根 他的舌根跟牛一样 他虽然是转过来了 变成人了 可是这个牛的舌头 还没有转过来 所以他没有办法尝一切味 他吃的再怎么好吃的东西到他嘴巴里面 都是草的味道 所以如来就叫他说 那你干脆 你什么味道都不要去想好了 你就把他想蛋而无味 你看最近 疫情又起来了 有些人没有味觉 到现在还没有味觉 病是好了 可是味觉没有回来 有的人是 这个虽然病好了 可是身体的那个痛感 还没有消除 他有痛觉 所以我们的 你可以吃到那个食物的这个 味道要很幸福 酸甜苦辣 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修这个眼根 修耳根 好 那我们看这一个 这个佳琳 佳琳应该说 碧琳且博 碧琳家博 即从做起 顶辱佛主 而拜佛言 我出发信 从佛入道 素吻如来 说诸世间不可热视 启时沉重 心思法门 不觉入重独刺 丧生疼痛 我念有志 知此生痛 虽觉觉痛 觉清净性 无痛 痛觉 佛问圆通 如我所证 纯觉 以生 思为提 那这位碧琳家佛陀是 是凡英 那汉文就是 翻译成于喜 喜喜 于喜 他这五百事 都做婆罗门 你们知道婆罗门 印度四性种族 最高的种族就是婆罗门 婆罗门是祭司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插底里 插底里斐射 然后守陀罗 四个种族 那因为他五百事都做婆罗门 所以他很骄傲 骄傲到几点了 虽然他已经证得阿罗汉国 可是那个烦恼还是没有断 也就是说他骄傲的习气还在 所以他每次啊 经过这个恒河的时候 你知道印度有一条河 恒河 那恒河有恒河神啊 恒河神是个女众 所以是恒河女神 那这位阿罗汉 每次经过恒河 他都不叫恒河神 他叫什么 小杯 就是找我看啦 小杯 你让我过河 就是叫恒河水分开来 让他走过去 这个河神 虽然对阿罗汉很恭敬 也每一次都真的是 就让他黯然过河 可是他这样一次两次的都 都叫人家小杯 一直都叫这个小婢女的意思 会不会生气啊 会啊 那毕竟也是恒河神啊 所以有一天喔 不敢生气啊 恒河神就去跟佛陀抗议 他说 你那个 那个 那个徒弟啊 那个阿罗汉 每次都叫我小婢女 这个 这个 我觉得不受尊敬 那佛陀就跟这个 避临家博 借博借讲 你啊 赶快去跟河神忏悔啦 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不礼貌啊 那当然啊 佛陀都开口了 这个阿罗汉 就很听话 他就双手合十 到了恒河边 就说小婢女啊 你不要生气 对不起啊 道歉还要骂人家一下 所以你看这个习气啊 烦恼容易断 习气最难处 你看他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他就讲惯啦 所以我们那个口头禅 真的要去除一下 我最近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 口头禅 搞不好我们会在佛陀祭内馆见面 搞不好我今天会赚一百万 你说他会不会赚一百万 因为他搞不好啊 你们不常在讲吗 搞不好 有没有人说搞得好 几乎没有人这样说 所以难怪你们都 没办法如愿嘛 以后说搞得好 我们会在佛陀祭内面 搞得好明天我会赚一百万 那一定心相思成 好 所以我们平常说的啊 这些口头禅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就已经什么 累劫累势都跟着你 就像这一位 这个病灵一样 这个一样 所以他断烦恼 可是过去的习气 还在 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 要断习气啊 大师讲过一个故事 师父说有一只这个蝎子 毒蝎子要过河 那那个过河因为蝎子没有办法游泳 他看到一只乌龟 他就说乌龟大哥你能不能带我过河 乌龟说那你是毒蝎子 等一下你咬我一口我就没命了 这个毒蝎子就说你放心 我自己也要过河 那我如果咬你一口 我们两个不是一起没命吗 你放心我觉得不会咬你的 好乌龟说你说话串话好 就有啊有啊 那当然乌龟要游泳那个头会生出来 那头会生出来这个毒蝎子 一看到乌龟那个很嫩很嫩的那个头 怎么样 一口就咬下去了那个吸气 他一咬那乌龟就中毒啦 乌龟就回头看了他一下 你看嘛我就说你会咬我 你果然咬我心想事成 我们要一起沉下去了 所以啊 真的是怀恼容易断习气最难处 这毒蝎子他当他习气来的时候 他就忘了他自己也在 那乌龟的那个背上乌龟一沉下去中毒了 当然他也没命啦 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智慧 这个路道花心路道呢 就是你要能够看清楚自己的业力跟习气 那我们经文讲到这个虚普提 虚普提呢 观空 直到金刚经的当机中 那虚普提是这个凡音呢 那中文的意思就是空生 意思就是他一出事的时候 他家里的保障突然间没有了 而且 一直到七天以后怎么样 保障才又出现 因为虚普提是空性 代表空会的 所以叫空生 那还好一个礼拜以后 东西又都出现了 所以叫善限 那当然因为虚普提的家事很好啊 就请了一个相师 就说这个小孩啊 既善且疾 所以他又叫善疾 那虚普提就讲啊 他说我从五解 从九远节以来 心得无碍 也就是虚普提也修了好几世啊 他心得无碍 就是说人家骂他呢 他也不妨害 人家战弹他 他心里也是空的 他也不会很欢喜 也就是说 不为一切的法所障碍 所以我们叫八风吹不动 他的心没有被外境所障碍 不为物转 也不为这个 这个情境来转 因为我们刚刚讲 能够转物则同如来 所以呢他的心可以去转一切物的 那他自己回忆说他以前曾经到 投胎到世间做人 而且还是恒河杀树 就是说投了好几百世的这个胎啊 所以他出在母胎即知空疾 也就是虚普提他一路母胎啊 他住胎十个月他心里清清楚楚的 他知道他投胎的这个神势是空疾的 所以他没有我之 他不贪名 也不 就是不孤名钓鱼啦 其实说名也是人家给的啊 你不去贪 这名就空了 那也他也不贪财 因为他家里也不缺啊 所以才也才也不贪啊 那等于说对修行人来讲是最好的 因为他不执着 所以这个虚普提呢 他在丛林里面 其实丛林里面的饮食是很简单的 他也只吃一样菜而已 也不贪 那睡觉呢 也不贪睡 所以总而言之呢 他对任何的事情都很清楚 财色明十岁 地狱五条根 所以呢 对虚普提来讲 一切都是空的 所以就因为这样 他这个 很快的啊 就是可以跟这个 空性的智慧呢 可以相应 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 与此 连华藏 世界海之内 一一为尘中 见一切法界 那佛严教经也讲 众此心者 上人善事 自心一处 无事不办 所以这里都讲到说 我们其实修行就在修这一颗心 但人与人之间呢 为什么会有很多的疏离感 就是我们彼此啊 关心不够 我们不能够用诚心 去带人 就是对这个 心醒观照啊 这个功夫不够 所以我们常讲啊 平常心是道 也就是把你平常 学佛的心跟众生分享 你会更加宽广 人生会更有价值 因为身有所致 实有所为 法身久长 惠命无量 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专心 自心一处 无所不办 好那我们刚刚这个 这个讲到徐菩提 我们现在六四元通 从舍利佛 普贤菩萨 孙陀罗兰陀 悟楼那 幽婆里 大目见年 这个叫六四元通 所以摄利佛 即从做起 顶礼佛足 百佛言 我况且来 心见清静 这个如恒而煞 四处世间 一见则通 或无障碍 所以讲到说 扶摄利佛从佛出嫁 见觉明远 他成为阿罗汉 他能够 佛陀问他 你的元通法门 他说 如我所正 心见发光 光极之见 这个摄利佛 也是凡因 中文翻译成生子 这个要叫 一种鸟的名字 因为他依照他的母亲 来取名 那摄利佛在佛陀的 十大弟子 智慧第一 所以摄利佛对佛陀说 我很久结以来 我就得到清静了 像刚刚叙布提 好久以前 他就得到空性了 那摄利佛说 他很清静 他知道他怎么去投胎的 他看到世间 跟初世间的 种种事情的变化 看到了诸法实相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通达了悟 也没有障碍 他说有一天 他在路上就碰到了这个 这个家伯社的兄弟 在讲佛法 讲佛的因缘 这个摄利佛一听完马上就怎么样 马上就悟到了这个佛陀的圣身法义 所以他很快的跟佛出家 他的心更明白了 没有障碍了 就成就了阿罗汉 所以在佛的弟子当中 智慧第一 所以大家在听法 你有没有发觉 有的跟你有缘的 你前辈子听过 我懂我懂这段经文 我一下就懂 因为你前辈子听过 那有一段经文怎么听 好几遍都听不进去 因为你现在才开始听 所以我们也都不要 心里面不要说 哎呦我怎么这么笨啊 听好几遍都听不懂 因为你这辈子才开始听 所以都各有因缘 这个人怎么那么快 就发心出家了 那有的人是一直想要出家 却出不了家 时候还没有到 你的因缘还没到 所以你看摄利佛 已经修行了好几遍 所以一接触佛法 他马上的就 就能够出家 那佛陀说 你是修什么法门呢 他说 他说 依照我的修正 心见 我的心看到了各种 没有障碍智慧的光 智光 这个智慧的光 就是我 我看到佛陀你的知见 所以这个智慧第一的摄利佛 因为他的眼睛很利 像老鹰的眼睛一样 非常厉害 所以这边你看经文就讲 我旷节以来心见清净 无数节以来我的心就很清净了 所以你这辈子心不清净 你不要担心 因为你好不容易有这个学佛的因缘 你投胎好几辈子以后 你的心就清净了 就像我们在洗澡一样 哪有一次就洗干净 每一次每一次 那身上的尘垢越洗越少 心里的灰尘越来越少 你就清净了 所以大势至法王子 当然也起来 顶礼佛主 他跟这个佛 讲说我无数节以前 有一位佛叫无量光佛 还有一个佛叫做超日月光佛 那这个佛叫这个大势至法王子 念佛法门 所以楝严经里面有一篇叫 大势至菩萨原通章 就是讲念佛法门 所以其实楝严经 各种宗派的修行 那已经都有提到 所以在大势至菩萨的 这个原通章里面就讲到说 有的人他擅长记忆 有的人擅长什么遗忘 那这两个人 不管遇在一起 还是没有遇在一起 不管有没有看到 或者是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这一段经文 讲到大势至法王子 这个我们说七大里面 箭大 地大 水大 风大 光大 那这边讲世 意识的世大 所谓的箭就是我们眼睛是属于箭 看到东西 耳朵属于文性 鼻子属于嗅觉 这是从六根的根性来讲 那因为大势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希望三圣 右边的菩萨 右斜菩萨 那左边的菩萨是观音菩萨 所以大势至菩萨是用这个 他所看到的来修念佛的法门 大势至菩萨他的六根都在念佛 眼睛看到佛也在念佛 耳朵听到声音也在念佛 念佛然后又看到佛 所以他念到连地狱都被他念到没了 所以我们说你不念则一念的话 地狱就空了 生死也空了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叫沙伯世界 但是你沙伯世界叫五着二世 念则念则怎么样 会土也会变成净土 所以因为念佛是一个大 大势力 念佛的佛力最大 所以叫大势至菩萨 我们念佛就是仰仗佛力加持 你念起佛来 鬼都怕你 鬼不是怕你 鬼是怕佛 怕你念的佛好 有一本月为堂草记就讲了 有个读书人读书读到半夜 就听到两个水鬼在说话 那个水鬼说恭喜你啊 明天你可以去投胎了 明天一个替死鬼就来了 他说对啊 明天他来喝水 我就把他拉下来 拉下来就替我了 我就可以去投胎 哇 这个读书人听了很紧张 他就一直注意 第二天来河边喝水 他果然看到有一个农夫 这个挑着担子 把担子放在岸边 他就喝水 可是喝着喝着也没事 读书人本来想要说要开口 叫他说赶快离开岸边 可是他发觉这个农夫没事啊 喝完水又继续走了 当天晚上他又听到这两个小鬼在讲 你不是今天要去投 有人来替你吗 我说是啊 我看到他一来喝水 我就想要拉他下来啊 可是他一喝水 喝一口就阿弥陀佛 喝一口就阿弥陀佛 每喝一口水就阿弥陀佛 拉不下来啊 因为佛号会放光 所以哦 那你就自好继续等了 读书人想原来佛号这么的有用 阿弥陀佛这个水鬼都拉不下去 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行也阿弥陀佛 做也阿弥陀佛 所以是佛号不离生要养成习惯 真的会救你的命的 第三天啊 这个他又听到两个水鬼在对话了 恭喜你啊 你要去做城隍啦 他说因为天地知道他很慈悲 舍不得拉人来做替身 所以就把他伸等了去做城隍也 所以啊 你看一切都有定数 好心有好报 所以我们念佛啊真的 那个一个不好的东西都不敢靠近你啊 其实业障也怕你念佛 我们多念佛真的可以消业障 因为佛的力量 他是无肉的功德 无肉的功德可以消除我们有肉的业障 尤其是我们的妄想妄念 所以啊 你不要怕念佛 你看三十信念里面讲啊 清诸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念佛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所以不怕妄想多 只怕我们不念佛 你一念佛啊 妄想就降伏了 你要知道有个打铁匠 这打铁匠还没时间去参加华会啊 但是有个法师就跟他讲 没关系啊 你就康医生打铁嘛 你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每天看你敲几下就念几身 所以他就念着六十 有一天他就念了 那个叮叮当当 九炼成康 十成已到 我往西方 说着站着就往西方去 你看 叮叮当当 十成已到 那个 连打铁匠 光神念佛都可以往生西方 可见我们都知道 念佛的这个功德 修行 所以有时候我们叫欲罢不能 我们念起佛来 停不下来 你不想念都会念 叫不念自念 你要生气的时候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这样 不要骂人 那个人有够阿弥陀佛 起在有够阿弥陀佛 进阿弥陀佛就好了 虽然你是心里很气啊 可是你至少没有把你的承认 变成口业 我也有时候坐车 看到这个车子太快了 我也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旁边开车的人也会发牢骚 师父你得一直念佛 我说我念佛你开车才会顺 他算有善根 有的人会觉得你念佛干扰他的 没有三根的人 所以有时候坐车我都希望说 放个大悲咒阿 放个佛号 我们要净化磁场 好所以要把自己念到欲罢不能 因为你们要知道啊 就像把木头放在水里面 水会不会带动木头 会啊 所以这个大士子菩萨 元通章里面啊 大家同修一个法门 叫同伦 都念佛 那你这个就可以念佛可以成佛了 好 所以在第五卷里面讲啊 恶人相依恶意念生如智乃智从生 智慎行同于行也 不相关意十方如来连念众生如某一子 若子讨事虽亦何为子若亦母如某一死 母子立身不相为远 这一段经文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这两个人啊这个互相 你怀念他他怀念他 也就是讲到说我们在十年佛祖 就像母子一样 佛陀在想我们的时候 像母亲在想小孩 老婆老婆在想 是无死无准的 一直都在想 小孩子想父母亲呢 叫有死无准 妈妈我没钱了 没有钱了才想到妈妈 所以这个啊 意念的力量就不够深了 所以我们在生生世世啊 如隐随行不相分离 那死方如来因为怜悯众生啊 像母亲在恋小孩子 小孩子如果逃之夭夭 逃到你看不到 那这个意念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不能逃之夭夭的 要让佛祖看着 所以我们常常 我就跟学生啊 跟信徒说你到了佛门 一定要去什么 要去大殿离佛 你跟佛祖说我来了 要去消假 要离开呢要跟佛祖说 佛祖我回家啦 要告假 让他记得有件事哦 一定要跟佛祖说 我什么时候再来看你哦 我一个月后再来 我一个礼拜哦 就像你们今天 来这边听 我下个礼拜还要来听哦 要跟佛祖 报告假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你一告假哦 你下个礼拜一定会来 因为你跟佛约好了 那有约就怎么样 有愿力呀 有愿避者 你这个礼拜会有平安无事 因为佛祖会看你有来吗 所以消假告假很重要 一样我们出门也是要跟爸妈讲一下 我去哪 回来也说我回来了 那这样我们就生生世世跟怎么样 跟火就不会远离啦 所以呢经文讲 若众身心意佛念佛 我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如懒相忍生有相气 赤则明曰相光庄严 亦佛念佛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经文多美呀 所以呢就是讲啊 我们说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所以相就是佛功德的相 法身相 剥勒相 解脱相 所以念佛的人去佛不远 就跟佛很近啦 而且你会 佛的这个气氛 会展览到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们叫相光庄严 所以众生如果对佛产生这种念念不忘 你一个念头起来就看到一尊佛 那佛就很近啦 所以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你心就会开啦 就好比说你到了那个卖花的花店 你就花店绕一圈 你出来都沾满了花的香气呀 我们这个叫相光庄严 好 因为是复习嘛 我就不再细讲 所以这个念佛远通障 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经文叫 督策六根 敬念相续 得三摩地师为第一 所以因为我们修习的这个因地 就是种子 就是有意念佛的心 那这个你能够用念佛心 才能够入无身法人 重点就是你要督色六根 就是把你的六根都怎么样 射受起来 念念相续就是没有杂念 不分心 也没有分别心 专注念佛 就能够进入三摩地 也就是所谓的正等正觉的法门 所以耳根元通 这个观音菩萨的耳根元通 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要说的 七大元通 从火大 地大 水大 风大 空大 还有四大 根大 这个叫七大元通 在第五卷里面都有说明 所以第五卷呢 整个的呢 我们说解脱的程序 从一开始佛陀讲到解结因赤地 六结一一五 根选择远动 入流程正确 根成同源 福结五二 根成同源 跟解开结的是不是同一个人 也都是同一个人 所以叫六结一五 因为根成同源 分是一体的 上次曾经用一根很长的围巾打了六个结 方向不对 越来拉越紧 方向一对六个结就开了 所以福者同福 托者董托 福托不恶 绑你的也是这根绳子 解开这个烦恼结也是你自己 所以在第五卷里面 阿兰拜托佛陀这个结 结到底在哪里 从哪里下手去解开这个结 佛陀讲 六根其实它是没有分别的 你从哪一门进去都可以的 一门深入 五根同时可以怎么样 互用 我们就讲 那个很有名的教育家 海伦凯乐 他不是眼睛看不到吗 他碰到一个生命中的贵人 他的老师拉着他的手跟他说 打开水龙头 用他的手去接触水 他告诉他water water 哦原来 原来水是这个样子 用接触 触是接触 所以这个他虽然眼睛看不到 可是他心怎么样 很通彻 所以当你震到某种境界 耳根 眼根 舌根 通通 不管你从哪一根入门 你看那个听不到 贝多芬听不到 钢琴 世界伟大的音乐家 没有障碍的 所以我们常常拿很多的这个理由 哎呀我记忆力不好啊 所以我这个老师记不住啊 是不是理由 理由 我个子比较小啊 我拿不到啊 所以你个子高的人去哪呀 你不可以垫个垫子就上去了 不要自己找理由 哦走路不小心踢到石头 哇好痛哦 好 当你踢到石头的时候 你会骂这个石头 你怎么哪里不好走 你到路中间来 害我踢到你 你一直骂石头 石头也很委屈啊 他又不太 又不太故意摆在路中间 是你没看到他 这不能怪哦 聪明的人啊 有智慧的人 他绝对不会踢到石头 为什么 他可以跨过去 所以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 看你的智慧 智慧不够就变绊脚石就被绊脑 智慧够的人就踩着他就上去了 所以啦 我们能够研究愣眼睛 能够听到愣眼睛 我们都是有智慧的 有因缘的 我记得也曾经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对联 你看你怎么念 这个是一个书法家 先生很高兴 太太也很高兴 从此幸福快乐过日子 因为太太从右边念 老公从左边念 怎么样 精通 一面半边一面更 所以啊 我们要 要有智慧就不会怎么样 你就不会自讨烦恼 自寻苦吃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 我们开始新的这个经文第六卷 第六卷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观世音菩萨的 通 耳根源通的 所以你看第六卷里面 耳时观世音菩萨 即从做起 鼎礼佛主耳百佛言 是尊意念我习 无数恒河沙解 于时有佛出现于是 明观世音 我以彼佛发菩提心 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魔地 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就是耳根源通 它呢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 因为当即就是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怎么样 一向多闻 多闻然后怎么样 不悟真修 因为他一直跟在佛陀旁边 所以他听很多 多闻第一 所以他没有真修 所以才会怎么样 就会去流转 那观世音菩萨呢 那观世音菩萨呢 他知道佛的意思 幻闻 文字性 所以在第六卷的经文里面 讲到耳 怎么样子 这个耳根源通法门 让这个沙婆众生的耳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小婴儿 他会不会讲话 不会讲话 但是他的耳朵呢 听得到妈妈在跟他讲话 耳根 后来这个教 从闻思修法门 使此方众生 从耳根下手 观世音菩萨乃 经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坐下之上手 我们刚刚讲大色之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是 西方三圣的左右边的这个菩萨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讲 观世音菩萨从座上起身 向佛陀行 大礼之后对佛说 佛是尊 回想起从前我经历的那些 很多很多的这个累劫 当时有一位叫做观世音的佛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向他发入要修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愿 这尊佛告诉我 从闻思维入手修持 然后进入镇定 镇持 所以我们这部经的大佛顶如来密音修正了意 这个愣眼睛就是这个 最后二十五圣远通的底 最后一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远通 所以前面也讲过你修行不一定要用六根的 全部用你只要一根去修 其他的根就跟着转就像轴心 轴心转起来整个轮就转动了 因为撒佛世界的众生 耳根比较立养 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讲到耳根的修行 讲得最详细 因为我们都知道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左边是观音菩萨 右边是大师之菩萨 所以阿弥陀佛原集了以后就是观世音菩萨成佛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叫观世音了 成佛以后的观音菩萨叫 宝盖功德三昧如来 那观世音菩萨过去是就成佛了 叫正法明如来 所以观世音这个菩萨 阿弥陀佛原集了 这个凡音 他有立他跟自立两个解释 观察世间的阴身寻身救骨 属于立他 要赶快去解救众生 那观自在菩萨就是自立 因为要自在才能够立他 所以在《波乐心经》里面讲 这个要观五蕴皆空 才能够度一切苦恶的这个观世音菩萨 就是属于立他的菩萨 好 那当时呢 观世音菩萨跟佛讲 意念我无数恒合杀戒 意念就是怀念啊 想起以前 我在修行的过程 无量无边的 在劫难里面 只有无名 其实菩萨是已经没有无名了啦 菩萨过去现在 未来菩萨已经打成一片了 所以他可以知道 他过去是发生的什么事情 这个恒合杀戒 那当时出现的佛叫观世音菩 所以我以彼佛发菩提心 这一段经文很重要就是 当时的观世音菩萨发菩提心 他不是发不好的心 他发的是菩提心 我们知道菩提心是天道人道 这个三善道的因 因为你发的菩提心就是一种觉悟的心 所以常觉而不明就叫菩提心 你如果发了菩提心就不会有轮回之苦 那我们为什么要自寻烦恼 自导苦吃 因为你忘失了你的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觉真如之理 这个真如之理就是像无量 恒合沙达的功德很清净 那我们怎么样去发菩提心呢 就是你不要有妄想心 其实众生要成佛不是很难的 你只要破除什么 妄想跟妄念 这个妄想 你看你听那个眼睛听得很开心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睡着的人有没有妄想心啊 有没有烦恼心 好像没有 有妄想心有烦恼心你就睡不着 你在那边辗转的反复 你可以呼呼大睡 这表示什么 你的心够清净的 师父有讲过 您可在大庙睡觉不在小麻烦 我们在大道场眼睛眯眯休息一下 保持清净心 其实你的耳根有人说 我眼睛闭起来我的耳根都在 我都听进去了 真的 所以 要能够破除妄想心 妄想心灭了 菩提心就现前了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就是要修什么 修布施 你把所有的功德都归于 人天有肉之音 人天的福报 如影随形 虽然有 但是不够实际 也就是说没有 没有全部的菩提心 因为我们知道 梁武帝虽然是佛心天子 可是他很爱线 我渡了多少僧人 我盖了多少寺庙 当他在讲这些的时候 已经什么 往事 菩提心 菩提心 其实是三轮体空 所以 达摩才说你全无功德 所以什么叫真功德 人达摩讲 静智妙难 体智攻击 如是功德而不宜是求 清静的智慧 是唯妙的 体智空击 就是 这个 这个菩提心 他本身就是极静的 这样的功德而不宜是求 就是不是用世间法 可以求来的 那世界都空了 功德就有了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说 我做了多少善事 我捐了多少钱 有没有菩提心 没有 是少量的菩提心 这是行善 所以我们的菩提心 一发起来就有菩提的果位 所以关于菩萨他发了菩提心 那古佛 南海古佛就叫他的我们修 菩提心 彼佛教 彼佛教我从文师修入三魔地 你看就简单的八个字 从文师修入三魔地 我们说苦海茫茫 但是我们有六根六尘六事 那六事就是众生 我们自己的六事 我们修行从哪个地方用功呢 从文 听文 就像我们今天来这边 听嫩眼睛 耳根有文性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你就有这个文性 你的中阴生在早的时候 其实你还没有生出来 你入胎的时候 我们不是讲胎教吗 就是因为胎儿听得到 胎教才能成立 这个文性 耳根的文性 那文性不是靠耳朵 这个文性是不生灭的 它只是暂时寄放在耳朵 这个听觉器官里面 寄居一下 所以你看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 天籁之音吗 天籁之音是用耳朵听的吗 不是 天籁之音是用心去感受的 所以文性是没有生灭 所以叫手于珍藏 气于生灭 这个文性的这个珍藏性 因为声音有生灭 好听不好听 有分别性 可是听闻佛法的这个闻 闻性 不向外求 向内寻找 所以我们叫闻法 不是要听法 叫闻法 闻所成会 诗所成会 所以当有人说赞叹你的时候 说诽谤你的时候 这些音声 其实它都什么 有生灭的 因为我们的耳根也是有生灭的 因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耳根 年轻人请问听什么音乐 听一些噪音 热门音乐 到了中年比较安静一点 听什么 古典音乐 年纪大一点 古典音乐觉得没什么 听什么 听佛乐 听心灵的音乐 冥想的音乐 所以我们这个耳根也是父母亲给我们 将来灵命中时 一把火就烧光了 生命没有了 耳根也没有了 但是我们的闻性在 所以我们要守 守这个闻性 从闻思修开始去守 闻思思考就是 一个心一个田 你要去思考 然后才有所修 要实践 所有的好的不好的 你都能够守 那这个 在闻性里面 我们就修持 就像 波勒心经讲的 乌眼而鼻舌生意 六根放下了 无色身相为处法 所以当着无的时候就是修 修异世界 所以 即吻即师即修 那闻思修 这个三会 三种智慧要并用 所以 有的人思而不修 解而无形 修 然后不去想 然后 去实践又怎么样 又不了解 缺一怎么样 缺一就不行 所以这个闻思修 我们要用功 要 思跟修 要一起爱 思中有修 修中有师 就是 你在念佛的时候 一般 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要去思考 去观佛 观想 想一下阿弥陀佛 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在哪里呢 在我心里 还是在极乐世界 还是在别人家里 你要去思 思维 那你念的时候要观照 那观照如果没有思维呢 那就妄想先就起来 念佛的人是谁 谁在念佛呢 所以谁念谁惯 谁惯谁念 就是思跟修并用 所以如你讲 学而不思则往 你在修行的过程 不去思维就像 念佛的人不好好的去观照一样 你就人家念 你就跟着念 就没有入心了 好 所以参禅 要参什么 以前都参话头 话头参久了怎么不开悟呢 因为他就集中在话头 那两个字上面 没有思跟修 那当然定力就不会出来了 所以文思修 这三个一起 你才能够入三末地 好 所以我们说世间会 文所成会 文听文教法 阅读经典的智慧 思考观察 寒永义里才得到智慧 那开始修 修禅定 所以以前 中国历史上有个故事 讲到 这个宋太祖有一天 他召集一个画工 叫周玄树 他叫他在这个 他的殿堂上面画了一幅 叫天下江山土 这个很有名的这个画工 周玄树 他很为难 他就跟皇帝讲 臣没有犹骗全国 我不敢轻率 从事 还不如陛下你先画一个规模吧 你画个规模 臣再加来画 这样子就不冲动了 就不会画错了 那因为宋太祖 他到过很多地方 天下山川 都在他凶货之中 所以拿起笔来 大笔一勾就画了个大概了 然后他就说 好啦 我勾出来啦 你把它加以论事吧 这个时候 这个画工周玄树就讲 他说陛下江山已定 岂可遭动 赵光阴就笑了 嗯 不错不错 你去吧 你看有定力又有智慧啊 他如果没有定力 没有智慧 哦 皇帝叫我画画 机会难得 拿起笔来就画 不管画对 也画错 怎么样 人头落地 厚大大 你敢画 江天下江山土 你看他们 他一笔也没有动 然后得到很多风 风伤 那个头也薄下来 所以这个智慧明则保身 大师说有智慧的人 怎么样 有千方百计可行 那没有智慧的人 寸步难行 所以师父上人 这个告诉我们 以观色音菩萨的慈悲 给众生方便 为众生服务 因为大师讲过 人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是不能 不能没有慈悲心 所以在普贤行愿品讲 诸佛菩萨以大悲心为本体 因为众生而生大悲心 所以大师一路带着 佛弟子们广行善法 广结善缘 为了就是菩萨道立他的这个宽广的心量 所以佛光山最早 打悲殿 最早的一座殿堂打悲殿 我就是在打悲殿出家的 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大雄宝殿 当然也没有佛头纪念馆 你看师父上人就是 以这个打悲观色音菩萨作为地 因为闻生就苦 悲心度人 所以我们看这个 我们要对外 对外观是音 就是学习菩萨的什么 倾听 倾听 文性 然后对内观自在 学习是什么 自我反省 那你内外都能够协调 你就一切都自在了 我们不自在就是我们内外不协调 人家跟你说 你也不好好听 然后你自己又不能调试 调试你内心的苦恼 所以就怎么样 烦恼多不多 很多 所以不要自寻烦恼 不要自讨苦吃 记得一定要有波勒智慧 那波勒智慧呢就是 波勒为目 度众出迷啊 因为大师说我们要用文殊菩萨的智慧 引导众生走出迷途获得光明 所以你看在嫩业经里一开始啊 阿南受难了 佛陀就赶快要文殊菩萨去解救阿南 所以我们有了慈悲做岛啊 做前岛 然后要有波勒啊 波勒呢 要随行 所以以文殊的智慧引导众生走出迷途 获得光明 所以文殊菩萨是上手菩萨 因为他曾经做过七佛的老师 所以我们佛工山丛林学院的大致殿 这个南中部啊 供奉的就是文殊菩萨 所以这个用波勒智慧 你看那个文殊菩萨有一根剑 斩断什么 无名烦恼 所以我们在修行道上要怎么样 要卑至双运 用慈悲的法门自利利他 用智慧自度度人 好你跟我们看这一档对联 你看右边就写 若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 昨年 如不回头谁替你救苦救难 然后横批啊就是有求必赢 观世音菩萨这个对联 你如果能转念的话转念就如就像任音经讲 人如果能转念则同如来 那你转念的话就不用念观世音菩萨 转念就是佛 转迷成物嘛 那你如果不回头一直念佛佛救得了你嘛 救不了 所以你回头 这个其实再回头 我们常常想要自我关照自行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有求必应 很重要就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自我关照 好 那我们这个今天的时间也到了 我们等待下个礼拜 还有很多的好故事跟大家分享 一起跟我忏悔花愿 往昔所造诸二叶 皆有无始贪争之 从生与异之所生 我今一切皆忏悔 众生无边誓愿度 环绕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十悲 喜舍遍法界 喜福结缘利人天 禅经皆恨平等人 惭愧感恩大怨心 祝各位大德 祝大善能 如意吉祥 活着祭言 福病低利 善有低轻 知足低腹 夜盘低乐 祝大家心想事成 五慧俱增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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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